农历10月11 郑果香大家问好 今天的科技新闻有 今年上午在小米IoT开发者大会上 百度宣布与小米达成合作 携手共建软硬一体IoT加AI生态体系 将小米的智能硬件、大数据、智能设备生态链等 与百度的AI技术、海量数据、信息与服务生态等 进行结合 创造更好的用户体验 结局至2017年末 小米IoT平台联网设备超过8500万 日活设备超过1000万 今年下午360N6 Pro正式发布 前后2.5D双玻璃配合金属中框的设计 搭载骁龙660处理器 配备6英寸的18-9全面屏 前置800万 后置200万加1600万像素摄像头 4050毫安时电池 支持18瓦快充 吉夜黑和深海蓝两种配色 4加64 6加64 6加128 三种存储组合 今日发售1699元起售 1加5T紧碎其后 搭载骁龙835处理器 配备6英寸18-9 OLED全面屏 分辨率为1080×2160 前置1600万 后置2000万加1600万像素摄像头 如手持云台般的4K视频防抖 电池3300毫安时 依然支持大使闪充 暴称0.4秒的急速面部识别 除星辰黑外 还有四周年纪念版的熔岩红配色 官方表示将在明年的2月份升级安卓8.0 6加64和8加128 两种存储组合 2999元起售 荣耀威时借重而至 搭载70970人工智能处理器 配备6英寸18-9全面屏 前置1300万 后置2000万黑白加1600万彩色双摄 其点云深度摄像头加结构光技术 支持3D建模和人脸识别 号称10秒重建和支付安全级身份识别 电池3750毫安时 支持5V 4.5安快充 保留了前置指纹识别 有黑金蓝和全新的魅力红 四种黑色 4加64 6加64 6加128 三种存储组合 下月5号首发 2699元起售 对于今天这个好日子 三大厂商争气都烟 具体哪一部心机更棒 请关注微注科系的测评 极简又拉风 每天一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